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的第18期 第18课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大家请看表单空间绑定 这个可是网页开发中非常常用的处理 换句话说 如果说表单绑定 表单空间绑定 如果说是在常用排名中排第二 没有人敢说排第一 非常的常用 非常非常 没有之一 那么这个我想咱们不做一期 咱们做多期 每期我给您讲解一个空间 咱们把它作为咱们这次view.js课程的重中之重来介绍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知识点有两个 其实咱们前几期也学过 但是没有系统的学习 仅仅是一提而过 这期开始咱们系统学习 首先咱们先看 view model 坏了 这我就翻译不准 view model 就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数据模型 咱们为咱们的空间来绑定一个数据模型 说的挺复杂 其实就是给它绑定一个Java脚本的变量而已 其实不是很难 大家不要一听 怎么数据模型 我天哪 太难了 其实一点都不难 咱们再看 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个知识点 第二个知识点 是这个画面 form的input属性 当然了 这input的种类有很多 今天咱们先讲解文本属性 比如说像单选框 复选框 下拉框等等 咱们放到今后的课程 咱们一一讲解 好 咱们先看一下view model的敬意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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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发音确实不好 好 咱们看 view model 它的意思就是说 为表单空间元素 创建双向数据绑定 什么叫双向 因为view.js主页就这么写的 就叫双向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咱们先给Java脚本 js的变量 附上一个值 然后我这写上了 咱们看 咱们先给js的变量 附上一个值 然后将这个值 注意看 快速绑定 或者叫做设定到空间上 然后呢 让在这个 这个J 这个js脚本的值 在画面上显示出来 对吧 我设定到空间上 肯定说 在画面上显示嘛 然后 再将用户所输入的内容 比如说 我这个文本框 那么用户呢 在这文本框中 输入任何的内容 那么他将用户输入的内容 请注意 快速设置回js变量 换句话说 就是说 让用户画面 和咱们的内部存储 js变量 做一个相互的交互 数据流通 就这个感觉啊 听起来可能有些费解 没关系 咱们呢 马上看咱们的例子 不过看咱们的例子之前 咱们先注意啊 我这加了两个双眼号 快速 快速 为什么加快速呢 如果说 咱们不使用 这个双向数据绑定机制的话 咱们处理这套流程 是非常非常的麻烦 咱们需要监测 用户的空间 需要在这个 unchange事件里面 把数据呢 绑定回咱们的js的变量 非常麻烦 而且呢 根据不同的输入空间的类型 可能说咱们处理内容呢 还有很多的细节的区分 但是如果用咱们 Vue.js的这个双向绑定 这个方法来做的话呢 就非常的简单 当然这个双向数据绑定啊 不是这个Vue.js的开创啊 它呢 其实是借鉴了 咱不能叫抄写啊 借鉴了 Angular Angular 作为这个双向数据绑定的笔组 做得非常的好啊 当然这个Vue.js呢 做的也很好 而且呢 也非常的简单 好 咱们先手续 马上看一下代码啊 非常简单 就这么一句话 其他话都是废话 其他话也不是废话 就这么一句话 是非常的重要 咱们看啊 Input 然后呢 是文本框 然后呢 Vue.js 我呢 绑定一个GS的变量 咱们刚才一直提GS变量 GS变量 什么叫GS变量 就这 Message Message呢 在这个地方我已经定义出来 我爱马里奥 非常简单 这个Message 它就是一个文字框 这不叫文字框 叫做文字形的变量 内容呢 我爱马里奥 或者说我爱超级马里奥 这都行啊 然后呢 紧跟着是一个 Placeholder 这个呢 就是Input的文本框的提示内容 叫做来呀 编辑我吧 非常挑衅的这么一句话啊 这咱就不管 就是说 咱们通过这一句话 让咱们的这个画面文本框 与咱们的GS的变量 进行快速的 注意 快速的双向绑定 就这么简单 然后咱们今天这个例子的内容 也很简单 就是说 咱们初始时 这个Message呢 叫做我爱马里奥 绑定到一个文本框 然后用户呢 在这个文本框中 输入任何的内容 让它再回绑定到Message的变量 而这个Message的变量呢 通过咱们下面这个自然段 动态的显示 非常简单 好 咱们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运行一下 看看实际的效果 别光说不练 你说是这么回事 它是不是能双向绑定呢 咱们马上会看到效果 好 咱们运行 今天呢 咱们是第18课 不知不觉都是第18课了 真的是时间很快 大家请看 画面出来 这是咱们的初期变量 我爱马里奥 那么 这个我爱马里奥的GS的变量 已经成功绑定到 咱们页面上的text的文本框 好 下面呢 我在这输入内容 注意看 我输入内容的话 咱们view.js会侦测到 咱们文本框的变化 同时呢回传给GS Message的变量 咱们试一下啊 比如说我爱马里奥 AAA A不好啊 咱们在这敲上一个 我爱超级马里奥 超级 好 大家看 Message呢会动态的绑定回 咱们的这个 不是Message啊 是咱们view.js呢 会动态把用户输入内容绑定回 咱们Message的变量 非常简单 那我把它都删掉的话呢 会出现那句非常挑衅的话 来呀 编辑我吧 那咱们就编辑它一下 就是这样 非常的简单 这个呢 对于咱们这个实际的工作中 对于这个网页开发 网页表单开发 用户数据收集呢 都是非常非常的有用 呃 非常有用 没有质疑啊 好 那以上呢 就是我给您介绍的 网页表单空间 绑定的实现方法 不知道您呢 学会了没有 今天呢 咱们仅仅是讲解了文本框 在今后几期呢 我还会给大家讲解 像单选框 下篮框 副选框 呃 文字输入区等等 各种各样的空间 呃 也欢迎您的收看 那么今天代码呢 我放到了开中的服务器上 供您下载参照 好吧 那今天的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